近载运通 台股直播室 成功每一次 非常感谢所有朋友 我们周一到周五 每天收看我们早上 开盘的节目单元 在礼拜天 因为我个人刚好在礼拜天 有做一个技术分析的教学课程 那礼拜天里面 我们大致上提了三个东西 那三个 一个叫做 如何从波段里面去评估 就是说 以过去已经发生的 我们叫做形态 你怎么样用波段形态 能不能做出正确的评价 那稍待 我会把礼拜天的看法 以及未来这一两天 我觉得各位 我们就做个对比好不好 就说对就对 错就错 那值不值得做参考 第一个我们叫做形态 波段的形态 第二个我们称之为量价 量价比较单纯 就是说 我们看主要交易量 跟价格的一些变化 不管是台股 或者是国际股市 都可以怎么看 第三个我们就提到 指标的运用怎么操作 首先台北股市在多头 我们讲这个礼拜一整周 你说那这一整周怎么看 多头它这里有两道 多头有设下两道主角线 就是说如果空方来做攻击 那多方这里有两道 哪两道一道 叫做1 1 5 3 4 另外一道叫做1 1 5 0 7 也就是本周 我现在讲的是本周 你会说你现在5 7 1 OK 那个不重要 那等一下你可以利用量价 第一个你从形态里面 它多方有两道 有两道集结点 这两道怎么来的 一样 我觉得我们就观察吧 观察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好不好 好来 我先把礼拜天 我们的教学里面所提到的 这是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台北股市的日K线图 然后我会这么做 我会把每个价格行进过程里面的最高跟最低 那分别把它标示出来 我举例 礼拜五最高是5 8 4 最低是5 4 2 那我们往前推一天 礼拜四的最低点是4 8 5 再往前推近期的最低点 叫1 1 2 4 4 点 台股到现在截止 最高点在1 1 7 7 1 1 你再往前看 它还有两个低点 分别是10 7 19 跟10 8 6 1 就是说所谓的波段就是说 我看整个价格的行进过程里面 它不可能是直线的涨跟往下的一个下跌 它肯定是波动式的 那你就把每个波动 已经发生的最高跟最低 你把它标示出来 标示出来之后你去射算 你会觉得它比平均线会 我不能说一定比较强 但是会比较简易 所以我们来看 首先台北股市主要的压力 压力会发生在1 1563 点 那支撑在1 1534 点 我们要先去看这两个点 这两个价位怎么来的 我们来看上个礼拜五台股中场收在1 1549 点 就是周五 我们上周五 那我们这个礼拜不管是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 我们就这样来观察嘛 就是说当台北股市礼拜一 礼拜二甚至于礼拜三 它的压力是不是在1 1563 形成压力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往下跌5 34 会不会有一道支撑 我觉得就是求证它嘛 就任何的技术分析到最后 我们要知道那这个方式是不是用 我们是不是要求证它 对不对 所以我们把礼拜五上课的内容 跟各位做个报告 第一个 压力会在563 也就是说如果台北股市 它就在563之上 那我直接告诉你 那就是个强烈的多头 也就是说我不管外在环境怎么变 亚洲股市怎么走 国际股市什么暴跌 台股只要站上563 那就是一个强烈的多头 它是很强的 那相对的 它的主要的短区间的多方 会落在11534点 那你说那万一守不住呢 守不住呢 它还有一道很强很强很强 这一道叫11507 那为什么是507 因为原本这一道507 是空头最后的抵抗点 各位静静的看 我们如果把时间回到上个礼拜 的礼拜一礼拜二 我们当时的讲法是 空方的最后空头 它最后防守就是507 这个507一旦守不住了 对空头是极为不利的 就是你要在507去挡住这个多头的空气 可是它没有啊 我们直接看喔 因为上个礼拜五是收在549 没问题吧 上礼拜五是549嘛 那你这个507在上周被多头突破了 突破之后 这个空方的压力它就变成多头支撑 所以本周 不管你是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当你在观察整个大盘 我们单纯就形态喔 就是说 我直接用算的算什么 你近期的商品价格的波动 你光是用已发生的最高跟最低 你就可以得出它主要的压力跟防守 那各位一定问我 这个没准 还是有道理 对对对 那我还是跟你讲 这是礼拜天我们的商科内容嘛 礼拜天嘛 那你这个礼拜 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你就对嘛 这有准吗 准就是准 没准就是没准嘛 那我的看法准不准 当然准啊 为什么 那为什么从11771点下来 这个下来 是不是来到最低来到11244 那请问11244怎么来的 这个11244点怎么发生的 好 我们用这张图好了 就这样看 11244就这支 这个最低 把它移过来 就这里吧 这里叫11244点6 还有一个小数点点6 你如果4成5就叫11245 你怎么算 这里是多少 这里叫11771 最低点在哪里 在这里 这里叫10719 那你不就 我一直认为 那你就把它拿出来算不就好了吗 那怎么算 好 最低点叫10719 你说那刚好 不是刚好 这已经20年了 怎么会是刚好 已经20年了 我交了十几年了 好 最高在11771 好 给我请看 最低点10719 我加上已发生当时的最高点 当时的最高点什么叫771 你就等于这个数字嘛 那我就设算它的平均交易价格 不是25 好 来 那当它这一根长黑下来 隔天一个跳空极叠 这个极叠到哪里 不是11244点6 就是这样 所以来 各位看右侧蛮重要的 我觉得蛮重要的 你就参考吧 好不好 好 第一个 本周 本周 多空来讲 多头只要攻克563 它就是个强烈的多方 就强到不行的多 就是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多头守不住563 那多方有两道防线 这两道防线其实不远 很接近 一道在11534点 另外一道 也就是在上个礼拜空方被攻占的 这个点位叫11507 它变成空方的抵抗转为什么 多头 那OK了 你只要依照这个结构 你就可以很清楚做出判别 就是说这个叫形态 我们在上课里面提到你怎么样的形态 然后我们又提到量价 就是量价 量价最主要我们谈到 我们把国际股市 那么利用成交量跟成交价 各位听一下 这样子看可能不清楚 因为我们是现场的比较明显 就是说我利用量跟价 我现在跳快一点 举例 这里我比较关心的是纳斯达克 因为纳斯达克跟道琼 你会发现到过去上个礼拜以来 两个是出现背离的 所谓的背离就是 每股在跌纳斯达克在涨 两个没有同方向 过去你会发现到 国际股市什么SP500 对不对 Russell 2000 跟道琼跟纳斯达克 大家是起涨起跌 起涨起跌 可是近期不同了 近期你会看到 往往你早上起来看报价 道琼跌 可是纳斯达克表现不错 为什么 因为iPhone 12要出来 所以纳斯达克特别共 iPhone 12要出来 对了 10月要上市 9月要发表 这次比较厉害的是 四款手机同时发布 并且含苹果折叠机 折叠机就谈到谁 我们不是在上个礼拜 我们不讲了吗 折叠机当然又谈到轴层 轴层里面你最重要的 要观察的就是观察 不就新日新吗 哇哩哇哩咧 对 不敢有第二句古评 性情不对 你要看苹盖 苹盖最主要 苹果供应链里面 最主要是3376的新日新 所以为什么这么凶 你就大概就这样子 你要针对对的题材 包括这是为什么你发现到上个礼拜 纳斯达克他比起道琼来个强 所以你要观察 纳斯达克的部分也是一样 你就逐步做比对好吗 一样我们来看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量价了 这个量价了不起 这个量价分成两个点 今天有一点点难 你说对吗 好来我们把左侧放大 为什么今天有一点点复杂 因为今天跟正常不太一样 一般来讲它很简易 就是开盘量不看 可是交易量它一定会 你说我知道它会递减 对 递减之后 我们是不是看第一根成交量 没有对吧 好 从前就是 比方说大部分 在9.6分到9.9分 然后就一根就结束了 那几乎啦 百分之60到70 就这个点拖到收盘了 那接下来就是在盘中 在收盘前 如果有一根新的交易量取代它 那新的框架就改变 那今天比较有一点意思 来我们看这里 今天就真的有意思了 今天为什么有意思 来理论上你应该看这个点 这支这支 交易量递减之后 第一根起来是不是在这里 好 但是呢 你说 但是这里又爆出来 对 所以你要看两个点 好 你先要看两个点 就不能看一个点 你要看两个点该怎么看 来 我们停在这个画面后 因为毕竟还是要进一段广告 广告后跟大家做简报 出差开会 55899 旅行出游 55899 聚餐喝酒 55899 手机直播 55899 您在地的好朋友 PSY50进场 PSY祝福您 和家平安 身体健康 操作顺利 0800 555 808 0800 555 808 欢迎鼓舞 庆端舞 端舞包纵 绩效命重 多空选择要重 PSY智慧判定难重 波绿剑红 PSY值得看重 PSY祝您端舞安康 心想事成 0800 555 808 0800 555 808 PSY50进场 PSY祝福您 和家平安 身体健康 操作顺利 0800 555 808 0800 555 808 酒驾罚很大 提高酒驾违规罚环 再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聚检或聚策罚更大哦 2 呼气酒策值 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 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3 酒驾再犯 聚检及聚策再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4 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6000至12000元哦 5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6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运动人 内政部警察署 关心您 各位朋友大家好 一样好 我不做股价 股价的分析说明 我只做技術分析的教学 你去看它的支撑跟压力 你要自己评估 我不下定论 你要自己下定论 OK 不然我会被处罚 我举例 我们今天看到台北股市 非常强的一档标题股 不就我们在上个礼拜 是吧 提到的3376新日新 好 那各位你看一下 那新日新该怎么看 就这样子看 好 各位请看 我先把它拿掉 画面上你所看到的是 新日新的K线图 对不对 那我们讲过 看它的交易量 那么以最大的交易量 你自己做观察 你会告诉我说 那为什么这里要跌下来 对不对 对对对 你要看啊 你要自己看啊 你要慢慢自己去体会啊 每个节目 财经节目到最后一定要 你要自行评估啊 本节目不代表什么 没有什么关掉 所以各位说一次 你要自己评估 它就是这样子 那这都是真的 你也不用怕人家害你 因为这都是真的 每一笔交易量 它都是真的 那既然它是真的 你就照着真的自己做评价 那你怎么看 我的看法只有一个啊 你要去看最大交易量啊 你说最大交易量 是这里跟这里吗 不是啦 不是 当然不是啊 我举例喔 你要看这个量 这一根的交易量 你要看收盘价 收盘价 114嘛 它这一天收在114 在这个点嘛 在这里嘛 在这里嘛 在这里 对不对 你自己做评估嘛 这里是114 收盘价 那这一天的交易量在这里 那再来是不是这个点 好 这一天收在144.5 好 在这里 现在在这里 你说那这样子要怎么看 我觉得你要再把它缩小 还要再缩小 对了 你要再把它缩小 找出真正 好来 有没有 请问 最大交易量是这里吗 不是 是这里吗 不是 是这里吗 不是 是哪里在这里啊 那不就很明显了 你就把它抓出来看啊 那你看那一天 我的看法啦 你要看最高最低 我也OK啦 但是我的看法 我都看收盘了 当天收盘在142嘛 那我们就在142块 我们讲过 最大交易量 这个点位它会形成什么 它会形成一条紧线啊 没错吧 所以它紧线的位置应该在哪里 绝对在这里啊 一定是这条 一定是这条 好 所以呢 你就看吧 好 那你就这样子看 紧线之上 你就乐观好不好 那紧线之下 就尺度保守 那相对的喔 我们看完个股之后 我们是要看大盘指数 好 我们用相同的逻辑 相同的方式 我们看这个区间 好吗 好 看这个区间喔 来 首先今天只有两个点 没有第三个点 好 第一个点 一样又是9点06分 叫做1 1 5 7 3 这叫1 那要看2喔 要看2 2在这里 2 很接近啦 578 OK 那我觉得你今天就看这样就可以了 我觉得573跟578就差5点 那573拉到578放量 哇 往上跳 那就抓578 576吧 好不好 要看576 也就是喔 今天台北股市只要维持在576 你就乐观 那这个576我们再比对喔 我觉得你要比对啦 比对我们上课的内容好不好 好 576 563都很接近耶 其实幅度就这么二三十点 我的看法就在于第一个 如果你针对礼拜一 礼拜一喔 你就画576 就台北股市只要576之上 它就叫做强 576之下就叫做弱 然后呢 另外一道 另外一道 叫做563 那稍待 因为我们昨天办了技术分析教学 那有很多朋友问到A++ 所以我稍待会把过去一整周 PO上去好不好 至于新的A++会员 你的问题 你的问题 你个人问题 我会利用直播 向所有的会员统一做报告 有这样子 就是对就对 错就错 1就1 2就2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凡事要有个标准 那我们就照着标准来 这样大家就没有 就不会说 这比我多费5点 这比多数10点 不对啦 我们所谓的停损停利 是怎么设的 是从你的进场开始算的 OK 我今天买卖股票 我今天操作棋子 假设我在1万点做多 或我在1万整数点做空 对不对 那我的停损到底怎么设 这个40点或30点怎么设 就是我实际成交价 用你自己的实际成交价 抓30点或40点 那就要停损或停利点 这样OK吗 就是你的进场点 你进场点 你知道你自己的价格 你就照你自己的价格 那今天台北股市怎么看 第一个 因为现在已经 这个563开盘就上了嘛 目前台北股市来到 1万1599点 我们算它整数好了 不要好记 现在来到1万1600点 那怎么办 没有怎么办 赶快看PSY 赶快看PSY 对 正50半康 负50做多啊 因为现在在涨啊 怎么做 好来一样 新会员 我们在昨天会场里面 几乎全场都是会员 几乎 非会员 就大概只有两个吧 其他通通都是会员 我的讲法是一个 我们的标准 标准 标准就是 不管是电脑 或手机版PSY 标准都叫10分钟 用做10分呢 OK吗 所有的人的标准都是10分 可是有很多会员 你操作PSY 已经很久了 你问我说 那可不可以做5分 这其实真的不用问好不好 当然可以 你当然应该做5分啊 为什么 因为5分钟是从2018年的1月 做到今年的2月12号 2018一整年 2019又一整年 2012年1月份到2月12 我们2月12号之前 一律是做5分钟PSY 不管是手机或者是电脑 对不对 因为那个时候 5分钟PSY出现的频率太高 就是它一个礼拜5天喔 它出现的正负5时 我印象中有达到8次9次一周 因为频率太高 造成它波段的波幅 我们的获利就收敛 对不对 所以后来我们改成10分钟 是今年的2月12号 可是 从过去这两个礼拜 10分钟PSY它的频率降低了 降低了一个礼拜做不到4比 一整周 我讲早盘做不到4比 平均3到4比 所以呢 那你就做5分的 这个不用我讲了 那你就做5分的啊 好我等一下发简讯好了 你今天做5分好不好 这个节目还2分钟 我们2分钟结束之后 我发简讯 我现在一边讲一边发好了 各位亲爱的会员 新会员 新会员你是刚参加的 未满一周的 你就做10分钟PSY出来 我们的标准 我自图一定以10分钟好不好 那昨天上课有朋友 礼拜天上课有朋友问到说 那你是截图揭露 我总不能一分钟的 也揭露每一笔 2分钟 4分钟 7分钟 5分钟 10分钟 那我整天什么事都不要做 就做图表就好了 那你看也看到疯掉了 所以我们只有一个标准 就是10分PSY 但是10分PSY在过去两周 不是不准 而是出现的频率降低了 那降低了呢 大家会觉得 那我就没得进场嘛 所以你就做5分的 不就几率就拉高了吗 所以今天 我现在发简讯 今天 资深会员 就是你是会员超过一个礼拜的 你已经是会员超过一个礼拜了 今天 利用 勒伊利 利用 5分PSY 我来操作 5分 我现在打5分PSY操作 OK 我发了 就现在 现在9点24分56秒 OK 这不用我讲 这不用我讲 这不用我讲吧 5分10分都可以 但我们的标准 我总要有一个标准 那我才能自图嘛 因为我要揭露每一笔 我什么才能知道 什么时候是对 什么时候是错 我 我是揭露10分钟的 OK 好不好 所以呢 目前我会建议 这个礼拜 你可以做5分钟的 这个本周啦 你就照着这个波动来 那一样 我觉得还是你要看这个点 好不好 两个 一个这个礼拜 看563 一个看534 那最后看507 就这样子 没有了 你只要看这三个点 我觉得这个礼拜 你在面对台北股市的变化 你会感觉蛮轻松的 感谢大家 也祝福所有朋友 合家平安 身体健康 操作顺利 谢谢你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意比赛静在运通 欢欣鼓舞庆端舞 端舞包纵 绩效命重 多空选择要重 PSY智慧判定难重 玻璃渐红 PSY值得看重 PSY祝您端舞安康 心想事成 0800 555 808 0800 555 808 0800 555 808 PSY50进场 PSY祝福您 合家平安 身体健康 操作顺利 0800 555 808 0800 555 808